2021年7月4日 神舟12号载人飞船的三名航天员 在互相配合下 成功完成了中国空间站首次出舱活动 虽然这种视频中看起来 似乎并没有那么困难 但是事实上 在危机四伏的太空生活中 太空出舱活动尤其危险可怕 曾经就有苏联航天员 在首次太空出舱的过程中 因为遇到了难以化解的危险 甚至想要浮渡自杀 太空出舱活动 顾名思义就是 要走出相对安全的空间站和飞船 在舱外进行活动 但是在太空失重的环境下 做任何一个小小动作 都是极其困难的 更何况是打开舱门 在太空中行走 或者是执行一些其他任务 舱外活动极其危险的 除了最基本的失重 及低温和高幅式外 还有各种碎片的碰撞 航天员一不小心 就有可能踏入深渊 再也会不来了 而全球第一个太空行走者 苏联航天员 阿列克谢 阿尔西布维奇 利昂诺夫曾经在太空行走的时候 就遇到了让他甚至想要 主动放弃生命的危险 1968年的时候 在上升二号宇宙飞船 成功入轨后 利昂诺夫开始和另一名宇航员 别利亚耶夫 进行太空行走的准备工作 所有准备工作完成后 利昂诺夫背上了 能够提供一个小时氧气的 生命维持系统的背包 艰难地打开舱门 进入到了太空之中 开始的一切都非常顺利 利昂诺夫在离飞船 5米左右距离的地方 漂浮了12分钟左右 但当他准备结束太空行走 回到舱内的时候 意外却发生了 利昂诺夫的宇航服 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 突然膨胀了起来 而体积变得越来越大的宇航服 让他无法顺利穿过舱门 回到飞船 利昂诺夫知道 如果再不回到舱内 将会面临更多的危险 如果生命支持系统内的氧气 用完了 更是死路一条 于是他当机立断 做了一个决定 那就是将宇航服内的氧气 排出去一部分 虽然这样做 会很快让利昂诺夫 面临缺氧的问题 但是同时也会让宇航服变小 速度够快的话 能够及时穿过舱门 回到飞船 不过 利昂诺夫也知道 这样做的成功率并不高 很有可能会加快 他葬身太空的速度 他曾在采访时提到过 我平时很少出汗 但那天我的体重 减了5.4公斤 每只靴子里灌进了三身汗水 所以当时在极度难受之下 利昂诺夫甚至幻想着 能用有一片毒药 让他提前结束生命 好自幸运的是 在太空中度过了 大约24分钟后 利昂诺夫平安地回到了飞船 而我国这次神出十二号航天员 首次出舱活动 却是圆满成功的 不仅完成了全景相机的台升 还完成相关设备组装的任务 但这次的成功 离不开天地间的协同 和舱内外的密切配合 因为我国地面的监控手段 和范围是有限的 虽然一名航天员 需要留守舱内 通过仿真软件 和从监控中看到的图像 进行一些有效的判断和操控 然后把自己所得知的判断情况 和舱外两名宇航员进行沟通 而舱外的两名宇航员 一个负责为机械臂安装上臂支架 然后再通过机械臂进行移动 另一名宇航员 则负责借助舱壁上安装的扶手 爬行到最一点 辅助地名航天员完成任务 而且三名航天员身上 都有机停装置 所以舱外的航天员 在活动的过程中 一旦发现有碰撞的可能 和一些其他的危险的话 绝对不可能出现 利昂诺夫那样被动的情况 正因为这些 神舟12号航天员 在中国空间站的首次出舱活动 可以说是既检验了 我国航天员机械臂 协同工作的出舱能力 和应急能力 由我国家空间站 也会长时间出舱活动 以及各方面的维护 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全部内容 欢迎留言评论 还没关注的朋友 不妨关注一下 我是启明 我们下期见